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新闹 针对大陆海警扣一艘台湾渔民渔船的事 民党发了声 国民党也发了声 咱们看看岛内最新的状态 大陆海警扣了一艘台湾渔船 岛内是瞬间的 咱们说瞬间的 所有人意识到可能有危险了 其实从二月份金门撞船之后 台湾人一直装傻 还要两岸一家亲 还在这装呢 都杀了人了还在这装呢 然后选出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咱们说台独分子 这就是台湾人 大陆现在也已经不惯了 民进党很显然把大陆的善意当成理所当然很 这就是台湾人惯的 无限要搁置金门撞船事件 二十四实验之后 可以说大陆的整体变化非常明显 对于发生在刚刚发生的大陆 扣台湾遇传事 民进党没有任何忏悔 他是发言人说 他应该是替赖兴德发言 说民进党中常会还没有针对此议题进行讨论 从陆委会和台海巡署的现在发言来看 就是说要放船 放人 其实就是民进党认为 你就得放 这个时候赖兴德民进党 可能是 我觉得还是急了 毕竟什么 毕竟这个时候 主动权是在大陆手里 咱们说民进党当局为什么召集 其实你看大陆海警行动干净利索 就是他派了三艘 海警上我们直接上七艘 你说那个如果没有准备的话 怎么能七艘以上呢 大家想想 如果就说临时 对吧 临时要是一个临时事件的话 怎么能有七艘呢 大家想想是个道理吧 按照正常逻辑的话 违反基于令的台湾渔民应当是奖大罚款 没收非法所得 甚至是要没收作案工具的 这是我们的正常法律规定 那就是说这个船肯定不能给 人你要么交罚款 要么蹲牢 可能就是这状态 跟大陆其他地方一样 你违法了 台岛不是法外之地 大陆的法律同样对于台岛是实行的 民进党应该非常明白 两岸统一 绝不是说说 大陆国已经行动了 换句话说 咱们说台独死刑意见 你们现在很多人去不了金门了 很多人去不了金门了 想想未来咱们把台湾几条路 北边南边几条路给封上 你可能连岛都出不去了 跟敦街有没有什么区别 国民党这事反应是这样的 侯伟仪说几乎和民党是一个鼻孔主见 他主张是大陆必须赶快放人放船 看到吗 警告中国大陆 和那个参认员一样 这个看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国民党这已经是暴露了 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连胜文是这么说的 说这件事是从今年2月金门撞传事件发生后 没有得到解决 然后延续出来的一连串现象 说希望两岸双方以人道方法结束此事 然后让不愉快事情尽快落幕 说白了你得是道歉赔偿 到现在没有 连岸市政府还在大陆 他应该是和蔡正元都在大陆 他们参加应该是北京参加2024两岸青年峰会 连胜文在大陆他也没什么硬化 说不出来硬化 在大陆说着硬化 那就回不去了 其实两岸以人道主义结束这事 当年我们说过 但是民进党是不可能的 侯有疑连胜文他是没有办法 代表任何的咱们说执政党 现在这个民进党 国民党整体上看的 现在还是要看朱立伦的表 大陆海警在抓了渔船以后 朱立伦说两岸敌意 螺旋上升 呼吁两岸之间不要对抗 不要冲突 呼吁赖清德不要把在野党 岛内民众当成敌人 怕民进党以全民为念 国民党还是愿意持续沟通的 努力降低两岸之间敌 他这个话嘴上说 他是没有任何行动的 换句话说 赖清德上台之后 国民党现在也没有什么反台独行动 看到吧 说完是跟着他一起搞勾连外部势力 这已经跟台独的事是两码事了 你勾连外部势力是两码事了 大陆现在反对的 或者说死刑意见是反对的 有一条就是勾连外部势力 别管你说是不是台独 勾连外部势力 这就是一个罪状 可想而知 国民党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在勾连外部势力 尽管他自己不坚持台独 但你可以想想他干的是什么 暗独吗 实际不统 这次解放军在扣台湾渔船 同时解放军军机也绕塔飞行 据说有一架解放军的无人机 飞越台岛南竿机场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念 南竿机场 说在岛上飞了20分钟 台岛南竿机场在哪 飞了20分钟 岛内现在看来是人心惶惶 确实 另外还有一个苏贞昌 他的闺女 抹黑大陆 咱们说两岸互不隶属 民进党说出这句话以后 民进党很多人已经开始做动员了 我们现在法律 死刑明确是针对民进党 但台独分子现在看非常猖狂 这几个文件他们显然是没有 就不认为这个是严肃的事 苏贞昌的女儿叫苏乔惠 抹黑大陆 他是对国安公布的两项新规 他说在大陆新编织的法网下 台湾人都可以是台独分子 台岛民众是在民主自由的空气中长大的 现在连呼吸都要被大陆判平了 台岛民众绝不接受 什么是死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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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苏小慧告诉你了 什么是死硬 看到了吗 苏小慧在社交媒体是这么说的 跟赖兴德继续谋黑 声称说只要反对统一就是支持台独 就是分裂国家可以判处死刑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不是他说的 未来你一旦被抓以后 你说按照你的逻辑 你应该判死刑的 很明显苏仁昌退二线之后 苏小慧就开始上演表演节目了 疯狂敌尾大物 实际就绑架恐吓台湾民众 这种人是 我觉得就是典型 不能再典型的强 顽固分子 强派 苏仁昌同他们家一 从网上倒就是给日本人当汉奸的 汉奸 苏小慧的曾祖父 台岛的大汉奸 苏仁昌的祖父苏云英 日据时代 设下毒际陷害抗日英雄 林少茂 还记得吧 这怎么能国民党还留着这么家人呢 我也纳闷 国民党怎么还能留这家人 所以我就讲 这个台独是谁放出来的 这个家族传宗上一点 一点没有证明人物 台岛 很多人都认为苏家骨子里就是汉奸 所以我就说 留岛不留人 就是说白了 留下这些人就是祸害 你说我说的没错吧 未来你想 你要是给台湾老百姓 咱们说很多人要进行 咱们说认祖归宗吧 认自己是中国人 你说留着这帮玩儿 你说是不好处理 我觉得就是清理 留岛不留人 让他滚蛋得了 或者是弄死得了 这帮人是拼命的仇宗 美 这叫什么 媚日 媚美 对吧 他本身就否认自己中国人 这种猛黑大陆 我觉得 两岸一旦开火 大陆往往是 往往是第一个 第一个应该就是干他们 简单来说 我们不放弃武力 是有原因的 现在看这个 亡固分子 你看 还在亡固呢 苏巧慧之类的台独分子 我觉得 末日来的那一天 千万不要松 我觉得台湾人 应该是先关注 他们家 会不会卖了资产 准备跑 他说出这种强烈话 你看他们家卖不卖资产 跑没跑 苏仁昌现在看 养这么个女儿 还有谁呢 还有赵少康 赵少康针对大陆 扣台湾的渔船 也发表声明 这次行动 绝对是在岛内 就说完了我们 这个 卢沙野大使 讲完话以后 这是第一个行动 所以非常有标志性 紧接着看着 一个典型案例 苏巧慧出来了 这个事 台路委会等等 那种嚣张样子 立刻放人放团 看到吗 就警告中国大陆 目前看的岛内的 国民党民众党 其实都是一个面孔 跟这个 侯友宜是一样 柯文哲侯友宜 是一点都不掩饰 柯文哲被叫做 墨律 对吧 他站出来是说 大陆做得不对 随便一个国家 怎么可以扣押 另一个国家的预传 注意要是国家 他敢没说 另一个省的 我觉得 而且还叫嚣 你中国还请给我出来说明 看到了吗 台湾地区 现在看 亡固台独分子 所以你为什么 你理解 咱们卢沙野大使讲 从我这看 也是 中央已经大政方程 已经确认了 确认了 就是 就是干 没别的 就是干 说白了 要轰走 驱逐 这些人不能留在中国大陆 说白了 未来 你想要进行劳改 像当年的国民党战犯 给他扔到符顺 我觉得没希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就凭我自己对这帮台独的 现在这个想法 他就 首先他不是中国人 就是当年辅持那帮人 他承认是中国人 他指什么 政治立场不同 对吧 政治立场不同 他是没有站在人民这边 他是站在资产基金那边 那通过劳改 是吧 让你亲身的劳动 让你感觉一下 是不是劳动更幸福 对吧 你劳动才有实实在的这种幸福感 不是坐在人民头上 做一做福那种幸福 这另一种幸福 你感受一下 是不是切成体会到 劳动人民的不容易 劳动人民是养着你们的 但是这帮人可不养了 我觉得他是个外国人 就是他自己讲的 怎么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抓 就是他把自己当成外国人 那既然你都不认同你是中国人 那我们还留你干嘛 我们有必要去养人 养这口吃的监狱里边 还养着你 让你他妈的在那活 没必要 轰走嘛 所以卢沙野大使讲 距离可能就是习近平的未来对台政策 已经确定了 轰走 轰走 别脏了我的手 轰 是吧 格文哲的真面目现在已经暴露了 这个包括 就是整个台岛现在 除了统一村民党以外 可能全部清一调 滚 赶紧滚 国民党后遗 刚才讲了 咱不多说了 你看陈玉珍 陈玉珍质疑大陆 也质疑赖兴德 这是岛内的 声称说大陆扣台渔船 需要尽快放人 只不过赖兴德应该在 冲在前面 我不应该去跟大陆要 你赖兴德应该跟大陆要 你在哪呢 实际上还是满意大陆扣人 扣船 操你妈 你他妈杀两个中人 你们这个国民党当时有一个放屁的没有 没有 操你妈 你们这帮他们 你既然都不当中国人了 我一定得骂一两句 你都不当中国人了 你叫他妈什么中国国民党 叫他妈什么中华民国 臭傻逼 杀中国人的时候 你看没有一个人出来 没有一个人出来替这两个死的中国移民说话 居然还编 编他妈说这帮人该死 是吧 台湾 我为什么管他们的地狱岛 咱们以后不要管他们的叫台岛 弯弯什么的 太他妈 我觉得太他妈得抬去他们了 这美国人已经讲了吗 地狱吗 你就地狱岛 一帮垃圾 一帮恶魔 是吧 后仪 加上陈玉珍这种国民党 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利益集团 他们的岛内作与作福 赵少康 他表示担忧 他说 越界捕鱼 说赖清德善事后 不断的喊两岸 互不隶属 升高低 越界捕鱼已经是 没有过去所谓的争议而逼而空间了 他也承认了 是越界 然后捕鱼 我们抓的 对吧 说以后不仅台岛渔民有的兽 另外赖清德和民党也有的兽了 他现在是这个意思 他也没批评大陆抓人 他也承认了 这是越界 除了表达两岸善意不在以外 我觉得 他现在说大陆公事公办 有可能要带节奏 有可能要带节奏 咱们一定要注意 他现在讲大陆一些话以后 一定是为了下一步要带节奏 他是个典型的港独 他是港独 千万要明白 赖清德是港独 他就不是什么中华民国派 你想多了 所以说 这就是台湾的现实 都不是中国人了 就是你们很多大陆的人 看了这个 尤其海外华人 看了这个台湾以后 就觉得他们还是个中国人 错 他们是讲着汉语的 就像我在日本看到 很多讲着汉语的 一口子 那么辽宁话的 日本人 他就不是中国人 所以这个复杂程度 是不是比这个 比这个 以往过去 是吧 台岛这个越界捕鱼啊 什么是越界捕鱼啊 越界啊 越界什么界呢 是大陆的界 这个非法捕鱼 大陆海警 对待台移民 我觉得 这首先啊 首先我们抓他 就代表着我们 把你台湾认定为 我的司法管辖范围内的 那就是契合了我们 刚才最开篇讲的 这个22条 对吧 这个死刑意见 你说大陆 能不能管你台湾人 说白了 你只要别落手里 我可能管不了你 但是你要落在我手里 我就能抓 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觉得 还是那个底层逻辑 赶快让你们滚 你们台湾人 赶快滚蛋 你说还能说明什么 大陆现在抓这个人 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警告你们台湾 赶快滚蛋吗 赵少康啊 侯友谊啊 朱立伦啊 这些赶快滚蛋 包括绿营的滚蛋吗 落在我手里 就是最高死刑嘛 所以让你们赶紧滚蛋 你说现在干什么 这个意思非常明白了 我对你们台湾人是有管辖权了 是可以的 而且我抓了以后要判 弄死你们臭沙逼